有人说 父母是为了成就孩子一生的幸福 而存在的 这对我来说 未免是太豪华的想法 我想 我能给的 也不过是陪他吃一顿晚餐的幸福而已 现在的你在天上做些什么呢 年轻时重义气孝顺的朱赫勤 长大后成了一位好先生 好孤照 好爸爸 24岁那年 他遇见了一位 花燥又热情活泼的他 他们约会结婚 旁边总是带着两个小侄女 成家立业后 家庭成员也越来越多 一个 两个 到最后蹦出宝贝儿子 一家屋口总是热热闹闹 但在这时候 朱克勤却也要面对 家族遗传的罕见疾病 相当委缩症是罕见疾病的一种 因为运动神经失调 患者的手脚都会不听使唤 但是在朱克勤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他在人生最黄金的时期发病 但是凭着自己的意志力 他克服了身体上的障碍 一百个医生里面九十五个医生 一辈子只在教科室上看过这个病 请问你如果发病的时候 你这什么感觉 我那种感觉是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发病 这最可怕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会生病 发病后的朱克勤 不但没有怨天尤人 他积极复健 练太极拳 和病友们互相打气 还出了两本书 外界总用生命斗士 形容他 但对我们而言 很简单 他就是我们家的顽固老爸 连在台中休养 爸爸都逼着看护 得帮他全程录影 这样他才知道 自己复健程度 记录成果 希望分享给所有病友 而我们这些小毛头 则是常常想一堆怪典子 为了要让他知道 我们有多爱他 아니에요 可以就是继续努力的活下去 然后让我展开一点 变成更新 obviamente 这是去年的圣诞节 我们全部人到安养院唱诗歌 你笑得好开心 爸爸 这个圣诞节你不在我们身边了 但我们知道你会在天上 看着我们 爱着我们 谢谢你这辈子做了最好的榜样 因为有你 我们家才有那么多欢笑 那么多包容 那么多爱 因为有你 我不再孤独 我不再无助 期待相处 没有短暂的同情 只有真心的关心 没有怜悯 只有欢喜 因为有你 纵然 步履迈山 我不再害怕 每一步 都是新的一步 因为有你 我们一起努力 因为有你 每一步 都是新的一步 好想你当初有写这一首歌 现在没想到 可以拿来当你 告别孤独 这个结尾 爸爸 如果你以后想要吃这么一道梦里 跟我说 我一定会带去看你的 因为有你 我不再 我不再 不再 一直以来 说到你 如同亲生 子女般的谈爱 我们真的很幸运 这份爱 不会消失 会一直在我们 每个人的心里 顾长 很高兴你终于不再受苦解脱了 那非常感谢你的用心照顾 带我们两姐妹失去爸妈之后 还会有另外一个假 我不再害怕 每一步都是新的一步 慢慢的要开会馆 要打鼻会馆等等 让你的身体受的折磨 你可以 这样子 安然的离开这世界 其实我们 其实我也是为你感到很开心的 我想跟你说 是算你走了 可是你的爱 或者是居留 还是世界上 买你 纵然不虑 晚上 我不再害怕 每一步都是新的一步 嗨 爸爸 我是小薇 你在天堂 过得开心吗 希望一切都好 我们以后天堂见 因为有你 每一步都是新的一步 因为有你 客气 终于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 此时复杂的心情 不知要从何说起 我只能说 你解脱了 我也解脱了 心中的痛 永远藏在我心中 就这情 再见了 感谢观看